台东偏向医疗资源匮乏 再加上大众运输的选择性不多 许多没有交通工具的长辈 要到市区看诊 几乎都是搭乘客运 但由于班次少且路途遥远 以达人乡的安硕村为例 光是来回所需要的车程 就要花上近三个小时 有时候族人一早出门看病 回到家天都黑了 我们回来都快下午 下午四点五点了 很多事情都没有 都被耽搁 都没办法做完一整天的工作 你光是等 等公车 然后你还要坐公车 然后你这样子排队 然后还要等拿药什么 还要再回去再等公车 坐公车 其实有时候很早就要出门 然后回到家 可能都已经傍晚了这样 为了节省偏远地区民众就医时间 有台东客运业者 特别结合台东医院 推出就医评证 未来民众搭车时 只要向司机告知看诊时间 并索取评证 就能在台东医院 享有优先看诊的便民福利 在车上只要跟我们的驾驶说 他要索取就医凭证 然后告诉驾驶 他的搭乘区间 驾驶就会打一张就医凭证 出来给民众 他有这个凭证 搭车的凭证 给我们在门诊的 护理人员看的话 那我们会尽早地 安排他来就证 客运业者强调 由于目前还在市营运阶段 不管民众在任何地区搭车 都可以向司机索取就医凭证 但医院评估实际就诊状况后 才会再决定是否规范使用条件 而族人则期望未来 有更多的大医院 也能同步推出类似服务 越是新闻 直播台东市台东达人 采访报导 人生 Ogs 起锻为 小 好吃